risas 你看我们本地都是皮薄肉厚 一关户的三万 全的小玩只跟一关都是三万只 你赶紧 来的夜三次 十二次 十二次 耶 芳芳 这有多少西湖出来的 我忙碌 来咯 来咯 底了 说行了 这个地里挖出来以后 水壳剥掉就摇摇就回生了吃 一点都不思考 雷笋是顾名思义 就是说打雷的时候是出笋 那是春铁出的 经过那么些年 跟农民在一起把它培育出来以后 冬铁营造了一个春铁的生长环境 笋也就开始长出来了 我们灵安一道笋 叫做什么菜呢 铁肉生笋 我们现在就是清水蒸就可以 加点鞋肉 这里我们把笋放进去 加点老酒 这么一烧以后味道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油蒙笋 那感觉更加明显 那个笋脆脆的 你要是把它捏下去以后了 它笋组织破碎以后 它这个味又容易入味了 到了吃到最后的时候 笋的味道吃出来了 那种甜是甘甜 就是笋里面所固有的那种味道 第三个老亚宝用的笋干 它很有讲究的 首先笋盒要把它剥掉 然后我们放在锅里面 要跟盐 跟笋一层一层盐 把笋加下去以后 我们要煮熟 然后是我们拿出来以后 再通过烘 过去是用钛拿点烘 把烘干以后 就是一滋滋的笋干出来 我们太湖原镇拥有10万亩的菜籽基地 其中雷竹笋面积4.5万亩 通过今年推广覆盖笋技术 今年覆盖笋面积有1万多亩 预计产值可以达到3个亿 是我们农民 全镇农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 是我们全镇农民的自负笋 杨老虽